你除了可以筛选业务之外 可以筛选其他栏位 反正每一个栏位资料都可以查 那主要的关键就是利用那个什么 资料里面的筛选功能 你只要按下筛选 它这上面都会出现什么 出现有一个像这样的箭头 表示说你每一栏都可以查询 那当然查询完之后 比如说我今天要找像菜头某一个人的话 你会发现找某一个人 他会直接留下那个人 那其实我们只是利用这个筛选功能 再把需要的资料怎么样 游标放A1 Ctrl-Ship向右向下 把它Ctrl-C再贴到一个新的工作表里面 所以这一题的话基本上 第一个关键就是利用什么 筛选功能 所以你要熟悉筛选功能 我刚刚提过的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你要把这个资料复制完之后 要能够懂得新增工作表 把这个复制东西贴过去 贴过去之后的话 还要能够重新命名 所以大概会有这些比较重要 那当然里面的话 因为我要自动化控制 所以你要懂得怎么样 怎么样使用筛选功能 但如果你不会写的话 没关系 你用录制聚集 它会自动产生 只是你要懂得改 改哪些地方 再来的话呢 如何去新增工作表 不过新增工作表 你那个录制它也会产生 只是重新命名的部分 你需要修改程式而已 其他到底上都差不多 就是说呢 它会自动产生 然后呢 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我们把这一连串的动作 做完之后 那记得 最后还要取消筛选 否则的话呢 它的那个 现在还是停留在什么 小咪 全部都小 因为你现在有一个筛选 那其实筛选的图示 这边会出现 而且会告诉你说 等于小咪的才会出现 那其他的怎么样 其他就不出现了 所以如果你要它恢复正常的话 要不然的话 从这边再点击它 然后这边可以把它改成全选 它又恢复了 要不然就是把筛选状态取消掉 都可以啦 那其实筛选的话呢 这个地方当然除了在 这个资料的面板里面 会出现筛选之外 其实在那个所谓的 枢纽分析表里面 也会有筛选 枢纽分析表 有时候你分析的结果里面 也可以 分析完的结果 还可以再筛选 所以其实呢 这个地方呢 它给你很多的功能 只是说你要懂得去利用它 那我们现在呢 只是利用筛选 去帮我查询资料 查到之后 自动产生一个新的工作表 大概就这样 需求很简单 只是说你要怎么样自动化 比方说每一次它再做一遍 然后再手动做一遍 那这样的话 你可以浪费很多时间 在这些重复的事情上面 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呢 就是怎么样 把动作呢 全部录下来 那录下来的流程 基本上各位可以参考那个 我放在云端上面的这个动作 其实就是 在这边上面有注解嘛 就是一到九 把它全部做完 那名称 这个录制的聚集 名称叫筛选业务 你就把这个名称录制 之前有做过啦 所以请各位就 就复习的话呢 看一下前面的影片 然后呢 录完之后呢 再来做修改 我demo一下最后的结果 给各位看一下 假设呢 也做完了 也修改了 然后把它从云端上面呢 直接贴到我的模组里面 有没有 筛选业务 其实只有改哪些地方呢 录完之后 其实就是 头尾 大概都 这边都一样 那只有加了一个这一段 Input Box 因为我要让什么 不能说每次一筛选 就是筛选同一个人嘛 菜头按下去 还是菜头 菜头还是菜头 永远都是菜头 那可是如果你不要 永远都是菜头 你要另外一个人的话 那你需要怎么样 跟这个程式对话 也就是你可以提供资料 那怎么对话最简单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提供一个Input Box的画面给他 当他输入菜头的时候 那我这边前面呢 会多一个变数 在X的话 是自己取的一个名称 你那用其他名称也OK 你用ABCD也都可以啦 反正 那只是说呢 要能够接什么 接你输入的资料 输入完之后呢 再去变更这边 所以他会丢到这边 Criteria 然后呢 这个X也会变更 这个工作表名称 大概只有改这些 其他都没改 动作都一样 所以这个我想 如果细节 请各位再回头看一下 如果你这些细节 有点遗忘的话 那可以再复习一下 前面的动作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的结果 其他的细节 可能你稍微自己再看一下 它里面重点就是筛选 在Excel里面的名称叫Auto Filter OK就是Auto Filter 实际上就是 那个筛选的动作 那只是说 你要告诉他说呢 你要针对哪一个范围 去做筛选 比如说A1到L2500 不过呢 这个范围如果会变动的话 你恐怕要想办法 把这个2500的列 把它变成活了 不然未来 如果你的总表 数量会变动的话 那你永远都在2500 那2500以后的资料 不就没办法筛选到吗 对没错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还有呢 Field 这个Field指的是 你要查询哪一栏 这个叫栏 Field就是栏 那这边等于3的话 因为呢 我们的那个什么呢 我们的工作表 这个业务在第三栏 所以呢 你会发现这个Field 为什么是3 因为我查的刚好就是业务 当然如果你未来 你要查的是别栏的话 你只要变更什么 这个数字就可以了 所以有的时候 程式可以不用重写啦 反正你只要知道 哪些地方变更一下 你只要录一次 其他个栏都可以用 那只是说 有些地方 可能你还不确定啦 没关系 你就录你可能不确定的地方 再来做修改就可以了 所以大概会有这些 可能比较重要的一些细节啦 当然 我觉得还是重要 就是你可能要 多多练习 像录制聚集 因为录制聚集 不太可能一次就录正确 可能会录了好几次之后呢 才会得到正确的结果 而且录完之后 请记得上面 一定要加上注节 这个都养成好习惯啦 那当然你说 要能够很快的做出来 可能 可是除非你很熟练 像我是已经做很熟啦 所以一下子做完 但如果你不熟练的话 切记就是 还是放慢速度啦 你不要一直急着说 马上要把它做出来 然后一大堆的错误 OK 所以宁可 你要先确认说 你很清楚这个流程 所以彩排嘛 你要把它彩排过 不然你连彩排 你连动作都不知道 然后录了一大堆 错在哪里 你也搞不清楚 录了什么你也不知道 然后最后你才发现问题 那问题怎么找答案 其实也会找不到啦 所以其实 写程式最怕的就是说 你自己都搞不清楚 你自己在写什么 那当然你也不知道 问题出在哪里了 所以最重要是 你那个步骤 逻辑 其实都 都很清楚了 然后再开始录制聚集 那另外的话呢 这些动作其实 完完全全量身定做啦 所以你的工作 有的时候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怎么解决 所以有的时候有同学 拿他工作里面的问题来问我 当然我也很愿意回答 可是有的时候 你的工作 你很清楚 但是我不一定清楚啊 所以我要先搞懂你工作里面的逻辑 还有你工作的流程 那当然我如果知道的话 我就可以很快的帮你把这个程式写出来 所以很多工程师 为什么就是帮客户写程式的时候 会需要很多时间 主要就是他要先知道 你到底要做什么 你的工作流程是什么 所以其实工程师 有的时候反而我 很多次的访试之后 我甚至我可以知道说你在做什么 我甚至我可以取代你的工作了 对不对 因为我都知道你在做什么了 然后我如果这些东西 那甚至我可以做得比你更好 因为我除了知道你在做什么之外 我还可以帮你自动化 甚至呢我可以取代你的工作 我可以变成一些程式 用程式自动执行的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 其实我们就用说 所谓的跨领域人才 跨领域人才就是说 你除了你知道自己本身的工作流程之外 你也知道资讯流程 你也会做程式设计 那这样的话很快才有办法去 把工作去做一些自动化的设计 所以这部分当然不太容易 可是你们现在学的就是 如何除了你本身的专业之外 也要学习怎么样做出一些自动化 所以这个比较重要是在这里 不然的话有的同学 学了半天之后还是 没有办法跟你的工作做衔接 那当然就会 理论上我看到比较多是很聪明的同学 做完之后 发现他的工作变得好轻松 每天真的就很惬意了 很悠哉悠哉 人家觉得奇怪你怎么感觉一点都不忙 但是你事情怎么都做完了 他当然因为他有学了一些东西 所以有些同学学了之后 有成果之后 就会探听一下 到底你怎么做的 一看你有好多按钮 按下去的事情就搞定的话 那当然很多同学也会想说 按个按钮 比如你要找谁呢 我要找那个菜头好了 那就把那个菜头的名字打上去 比如像这样的菜头 名字一定要打正确 不然如果没有这个人 他一样会找不到 就按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呢 菜头的资料就全部帮他搬过来 大概就这样子 那当然呢 如果你要再找其他人的话 一样 这个按钮的话 不过这个按钮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 会有几个问题发生 按下去之后 如果你要找的是 其他比较小张好了 那因为呢 这个会经过资料里面的筛选 那筛选呢 他会把一些资料 如果不存在 他会变成一条线 就是不出现 其实不出现 是隐藏起来 隐藏起来呢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储存壳如果随着什么 随着那个你的高度而改变的话 他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 诶 筛选业务 按钮怎么样 他突然变小了 那如果你把它再往下放一点点 其实 他又恢复了 不过呢 特别注意 如果你今天 期望 将来这个按钮 不会随着 你的储存格 筛选而变形的话 记得 我刚刚有提过按右键 有一个叫 控制项的格式 里面的话呢 会有一个 就是叫做什么呢 摘要资讯 大小 预设是大小 位置 随储存格改变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那个位置呢 有一些调整啦 或者是 它的高度 有没有 储存格的高度呢 变更 它会变成 也跟着一起变更 如果你不希望变更的话 其实很简单 就是怎么样 把它改成大小位置 不随储存格改变 这个选项把它按下去 这样就OK了 所以记得按右键 在按钮上按右键 有一个控制项格式的摘要资讯 然后呢 把这个改成大小位置 不随储存的改变之后的话 那个按钮就不会变形了 OK 然后 大概做完大概长这样 所以请各位稍微 试一下 然后也参考一下云端上面的 这一段程式 当然 可以的话自己录啦 如果不行的话 先把这一段拿来参考 Sub到EndSub 贴到你的模组里面 可以试一下 把画面呢 还给各位 试一下 筛选业务 但是呢 特别注意哦 这一段程式贴上去之后 还会有几个可能发生的问题哦 包含就是说呢 如果 当然第一个按钮变形 刚刚提过 第二个就是说呢 会有几个房呆的问题 这个所谓房呆就是说 第一个 你如果查询菜头之后 如果你在查询菜头的话 那会发生一个问题 就是工作表里面不能有一样的名称 那你会产生呢 它会跳出什么 错误出来 它会跳一个错误 说 名称已经存在了 这是可能第一个 你可能要解决的房呆问题 第二个是说呢 如果说呢 它 InputBuds跳出来 结果呢 它没有输入任何资料 就按确定 你要查东西 可是你却没有输入任何东西 那这样的话呢 也会产生错误 因为它一定是 查不到啦 一定查不到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如果它输入了那个名字 它一查 就发现了 里面完全没有资料 没有资料的话 那当然相对的后面呢 也不需要产生一个新的工作表给它 因为没有资料 你产生一个新工作表 那也会产生错误 所以呢 可能后面呢 至少会有三个地方 会需要做一些所谓的房呆啦 防止它那个程式错误 程式因为刚刚讲的那三个可能性 而造成的错误 那这三个错误 当然你就要把它防止啦 如果你没有把它防止的话 那程式当然就会出现 那个bug啦 比如说程式跳那个什么呢 一个错误讯息告诉你 然后要你去争错 要按确定还是要争错 那一般当然同学按确定啦 不过理论上 你可以争错看看 你看大概就知道 错误在哪里 大家就要把它做修正 这里的话呢 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说 怎么样再去 先建立一个那个查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